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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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護甲和收甲過程 首先我會先洗舊的指甲油 因為已經掉得七七八八了 我用的是洗甲油 而不是洗甲水 它是水瓶油的 性分天然很多 x5 水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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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 식으로 雖然比較昂貴 比用洗甲水又用多了時間 但它不臭之餘 又不會弄多指甲乾曬和黃曬 所以是我的大愛 之後我就會洗一洗手 然後就開始用油來護甲 我通常都會選Argan Oil 或Vitamin E Oil 這次我就選了Vitamin E Oil 塗在指甲上 它的功效就是修復和滋潤 我經常塗指甲油的指甲 最好就是流過東西 等它慢慢吸收 不過接著就要塗指甲油 所以我按摩了幾分鐘之後 就用紙巾擦掉它 我現在比較喜歡尖尖的Almond Shake 所以我就會用錯來錯平兩邊 對 最好就是順著同一個方向磨 不過有時候我太懶得 都會上下上下磨的 對 我現在就知道 我們都做了幾個問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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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還能夠在這裡 我的指甲呢 就比较脆弱點 所以如果我想保持長指甲 又不想斷的話 我會加一層 Bass Coat或者Nail Hardener 我用這枝是Pacifica 7-3 Glossy Tutton Base Co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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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這樣啦 那下段片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怎樣在家裡自己做 如果想看的話 就訂閱啦 Bye Bye